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倩 今天这部影片的女主小燕学金剧九年 没有出路,最后到香港做了妓女 穿着普通的连衣裙 背着大大的双肩书包 没有浓妆艳抹 平凡的像一个邻家女孩 为了上中接客 基本顾不上此饭 经常都是随便扒拉几口 没有抱怨,没有拒绝 从来都是 好的,马上去 老板,先洗一洗吧 一个人洗两回 洗的手和脚都起皮 尽管前面教她 可以给客人洗一次 玩活就走 为了赚钱 她把自己活成了机器 就连睡觉都每个阵型 累到直接趴着 90度直脚 腿搭着 最舒服的休息 到她这儿却满是劳累 一个人吃榴莲 吃得满嘴苦涩 在香港 像小燕一样的大陆客也有很多 改革开放的春风 从南方开始吹起 无数人涌来 却只能活在最底层 他们和小燕一样住在简陋的房间 即使来香港打工很久了 却连一个地方都没去过 只能看着挂厘上的风景 例如阿芬 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小女孩 老家房子有三层楼那么高 她和妹妹一间 但来到香港后 一家人挤在一起 厨房就在床头 早晨的闹钟就是炒菜声 因为没有身份 每天的工作 就是和妈妈一起去刷盘子 她一次次好奇地看着小燕 一肘光鲜地走过小巷 直到酒店的伙计 从背后用榴莲打晕了灰窄 阿芬小燕原本不相干的生活串联起来 而这也是小燕第一次见到榴莲 第二次见到榴莲 是在阿芬的生日上 爸爸用了锤子 刀 锯等工具 好不容易才打开 但妈妈和妹妹都不愿意吃着 散发着臭味的果中之王 牵扎到今后 阿燕飞到东北老家 离了婚 忙着开店 一切都开始与香港的生活告了别 而此时榴莲第三次出现 作为小芬 寄给小燕的新年礼物 小燕从南方飞来 爸妈为了面子请个吃饭 烟酒饭菜全都要好的 而这一切都是小燕 每天从几十次找饭来的皮肉前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 丑陋的外表 尖尖的刺脚 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 只有砍开沉沉的外壳 才能品尝到里面的甘甜 可是最终有多少人 从这恶臭中吃出甜蜜 就不得而知了